娱乐转圈圈 打拼过来了 像杨子这种真正知道自己想走什么路线的演员 其实还挺让人佩服的呢 经过前两年的爆红后 今年的杨子依旧是很忙碌的 他前段时间接演了古装仙侠剧《沉香如谢》 虽然这部剧他是剧就场的 不过该剧的制作应该还算是不错 除此之外他的女星李师也发布了预告 可真但是太让人期待了 不得不说杨子现在的资源也太好了吧 杨子穿白色礼服上热搜前段时间 他且参加了向往的生活 那事业真的是蒸蒸日上 除了综艺节目和电视剧 杨子现在代言方面的工作也挺不错的 最近他出席了一个活动现场 这次他穿的服装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我们都知道杨子的工作是很喜欢 给他穿一次尖的礼服 虽然很好看 不过总是同一个款式 其实也是让人很审美疲劳 而这次的新款式礼服 终于美到大家了 杨子穿着一起亮片白色礼服裙 真的是仙气飘飘搭 搭配长长的卷发 完全就是个温柔的公主呀 不得不说杨子真的很适合大裙摆 他本身不算是那种很逆天的比例和身材 因此大裙摆是最适合他的 但他的脖子和肩颈都很好看 现在杨子的富贵包也没了 整个人的姿态都变得优雅很多 因此特别适合穿这种露出锁骨的领子的衣服 新造型美出新高度 而且当天杨子还上了热搜呢 原来台下有很多粉丝都直呼自己的偶像为老婆 而杨子听到后就很害羞地说 不要叫我老婆 我还没有结婚呢 不得不说这样的杨子也太可爱了吧 不过既然是出席活动 那难免也会被大家照下生图 看了生图后 小编又再次被惊艳到了 现在杨子的皮肤可真的是太好了 就算是没有美颜和精修 皮肤也是特别的光滑和细腻 而且满脸的胶原蛋白 又不会让自己显得太瘦 还少女感十足呢 但同时他的下颌线又很清晰 这样的侧脸线条真的也太能打了吧 杨子这次真的瘦了 而当杨子笑起来的时候 还是大家熟悉的甜美可爱的感觉 一双大眼睛真的是灵气满满的 其实对于女演员来说 脸上有点肉是好事 如果太瘦了整个人 就会干巴巴的 失去了少女感和灵动的气质 这也是为什么杨子 一直以来都给人感觉没什么变化 虽然脸上的肉多可能会不好看 但是只要减肥适当 那就是少女感的力气 最重要的是杨子的脸 其实一点都不僵 笑起来可以说是非常的生动自然 但她的身材又真的瘦了很多 脖子修长锁骨明显 一下就有了高贵的感觉 而且她的腰身现在也是非常纤细 完全就是盈盈一卧的小蛮腰痒 以前的杨子经常会被人诟病很显状 其实她并不是胖 只是骨架大 由此而可见杨子为了让自己看起来瘦 真的是捡了很多肉 在外加锻炼体态 所以身材看起来才会瘦了那么多 和以前她的各种礼服相比起来 杨子现在的进步真的不是一般的大 除了外形上的变化 她自己也因为事业上的成功 越来越自信了吧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发表自己的看法 和小编一起讨论哦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